好 首先好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出席 今天200萬300公會聯合進線 及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罷工罷課公投日的跨工會新聞發佈會 剛剛都和各位傳媒朋友拍了照片 也都是在開始之前都想提醒大家 今天現場是會有一位首譽的傳譯員 大家做好直播的行家都麻煩 記住 記住 拍攝我們首譽的傳譯員 方便聽獎人士了解這次發佈會的內容 今天200萬300公會聯合進線 及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其實都會在6月20日 這個星期六舉行罷工罷課公投 而這次的罷工公投 其實是會有約30個公會參與的 而各個公會也都會就國安法 和未來的罷工行動 以及各個公會的議題作出公投 職工民也都宣布了 會響應了這次的公投 也都會在同日舉行職工民 屬會 會員會就國安法的意向投票的 今天學生和跨工會的代表 就會將就我們6月20日公投日的安排 和投票詳情 以及一些罷工罷課的門檻細節 就會向大家去一一講解 今天大家見到就會有足一共八位的發言人 以下我會先邀請社會及政治組織 從業員工會理事長鄭顯琦先生 會去發言先的 各位好 講回我們上兩個星期 宣布了有罷工罷課的公投行動 其實外界的反應是比我們上次更好一些 其實原本參加的公會 遲了大約23、24個 我們上個星期天氣問題 我們退了一個星期 現在都上升到30個 也跨越了很多不同的行業 在這段時間 市民是很踴躍想參與這個公投的 上公會的參與人數都反映到一些 好像我們自己的社政公會 我們的會員人數是在一兩個禮拜裏面 清了七成的 也許之前有些公會 在做一些街站的時候 那個人龍是很誇張的 所以都見到一個事情就是 大家不同國際的市民 不同行業的市民 都很想把這個機會 去表達他們對於國安法 或者這麽差的社會氣氛的一些意見 我們這個行動 整個籌備是很短暫的 說的是 但只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 所有事情都發生得很快 剛剛都已經把那個 《國安法》的議程 放到人大那裡談 都可能這一兩天內都會 都會宣佈怎樣 落實《國安法》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很急切的 而這件事情 其實是 看到對政府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由我們開始籌備說 我們是想做一個 霸工的公投開始 大家都會見到政府 特首 教育局 或者是工會事務局 中聯辦 大家想像到 會對香港施加壓力的團體 的人都出來說 出聲 你會見到就是 其實他們是很擔心 我們這個工業行動 和罷課是真的搞成的 你會見到政府是做很多 不同的手段去抹黑 在這裡我需要重申一點就是 我們這些罷工或者罷課的權利 基本法第27條 和聯合國裡面的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其實都是容許我們 有這些言論 組織工會和罷工的自由 我們這一切的行動 都是 只是去行使我們 作為一個公民 應該有的權利而已 所以政府怎麼打 是不應該去阻礙我們 去突遷我們的權利的 那以下我們 我們交給其他成員 講一講 我們之後的行動安排 好 麻煩謝謝先生 那以下會是 香港公關及傳訊業總工會的主席 鄭小姐 會講解一下 6月20號 當天的安排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公關及傳訊業總工會的主席 鄭小姐 那今天我們主要會講回 當日的罷工罷課的公投的安排 那首先剛才我們的發言人都有提出到 就是自我們兩個星期公布 我們會有罷工罷課公投的行動之後 其實外交的反應是很熱烈的 那我們也都有 就是由當日的24個工會 增加至今天是有30個工會 去一起參與這個罷工公投行動的 而當中也都會有 第一陣會發言的社會工作者 總工會和壹傳門工會等等 那我們想再重申一次 就是我們當日的公會公投 主要是有兩個議案的 第一個議案就是會給公會成員 去看看究竟他們是否反對 這個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而第二個議案就是會帶出 這個港版國安法其實將來會嚴重地衝擊 我們不同工業的行業前景和價值 那就看看會員會不會授權理事會 去發動一些工業行動或者罷工 去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那這個重申一次就是 每一個公會除了這兩個議案之外 也都有機會 Hello Hello Sorry Sorry 也都是會有部分的工會 是有其他一些勞工的議題 也都會在當日的公投入面去發生的 那我們當日的公投目標 是希望達到全體票數一共達到六萬 而如果全體票數的六成是贊成那個動議的話 我們就會通過 而各個參與的公會 也都會按他們自己公會的會章 所定的法定表決人數去決定那個議案 在他們自己公會內部是否通過的 那參加的公會 即是參加公投的公會裡面 只要達到八成的公會 都是通過到這一條議案的話 那我們就會發動一個跨公會的聯合罷工行動 好 講回當日票站的運作 其實當日在香港和九龍 公會是一共會有十個票站 除此之外 亦都有十三個議員辦事處 是會提供給我們已經入會的會員去投票的 這一個就是九龍區的一些票站 你看到其實我們主要的場地 將會在慈雲山蒲江村的一個地下禮堂發生 當日除了部分兩個公會 他們會在自己的總部進行投票之外 其餘的二十八個公會 亦都會在這個禮堂上去進行公投 和同時會繼續接收會員 另外我們在觀塘 荔枝閣 旺角和尤麻地 亦都有不同的票站 所有已經入會 已經入了這三十個公會的會員 他們是可以去這些票站 如果是未入公會的會員 亦都可以看公會在這些票站的分佈 然後可以即場入會 但是因為最集中的場地 將會是慈雲山的場地 所以我們亦都呼籲香港市民 如果你們想加入公會的話 你們可以當日去到慈雲山 另外在香港島 我們亦都會有另外幾個場地 亦都是分佈了不同的公會 在裏面繼續會招收會員 剛才有說到 就是如果已經加入了這三十個公會 是現有的會員的話 其實大家亦都會收到一個編號 當日是不需要去這些場地 可以直接去當區的一些議員辦事處 那裏去進行投票 那我解釋多一點 這個是怎樣發生 其實我們當日除了有實體票之外 其實我們是會有一個電子投票系統的 那這個電子投票系統 就是被一些已經加入公會的會員去使用 又或者一些當日加入公會的會員去使用 而部分的公會其實都是會提供實體票的 那首先就講一講 就是電子投票系統 其實我們就會統一 是由大會提供一些已經完成了安全設定的平板電腦 還有我們是會有VPN連線去加強安全性的 那這個系統本身其實已經完全加密 也都是防了DDOS 也都完成了壓力測試的 那已經加入公會的會員 其實將會陸續收到各個工會 其實會分派一個六個字元的投票編號 完全是獨一無二的投票編號去給你們的 會員在投票的過程 是完全不需要輸入任何的個人資料 而系統裡面也都只會是收到 投票編號和投票結果 換言之其實我們是不會記錄任何個別會員的投票意向 我們只會得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如果這個就是希望各位參與的會員都可以放心 還有我們同時間也都有部分的公會是有提供實體票的 還有我們的系統已經是有一個防止重複投票的機制 所以是不會有出現一個會員會投兩次票的情況發生 當日由於現在還有少量的一些感染個案 所以其實都分享少少當日的票站的流程 票站如果必須進入去入會或者投票的話 我們都會安排入場的人士量體溫和酒精搓手液的 因為有部分的票站是有學生的票站和工會的票站在裡面 所以我們都會為他們進行分流 然後做一些核對身份 然後他們就可以投票 我們可以說回 所有的票站當日是不會進行任何的拍攝 去確保其實所有參與投票的工會成員和學生 他們的投票意向是得到保障的 即是不會被人拍到的 還有當日其實我們是去到最後 即是去到最後當我們點票完成結果的時候 就會開放給各位傳媒朋友進場 我們亦都會當日宣佈結果的 詳細的資料我們會稍後再告訴大家 當日的流程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交給下一位港姐 好 麻煩了公關公會的鄭小姐 以下會是新公務員公會的主席 岩武周先生 他會回應這麼快政治的打壓 歡迎回這個 Testing Testing 怎樣 叫我先說 好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新公務員公會主席 岩武周 其實今天之所以出席的這個記者 其實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再一次澄清我們公會 參與今次聯合行動的立場和目標 第二個也都回應最近很多記者傳媒朋友 很關心關於我和另一個理事 即是在政府職位上的安排 我想強調其實就是有很多記者朋友 就會說其實 面對政府一些批評 而我們認為這些是不代批評 其實公會會不會繼續在這個行動上 回答大家我們會繼續參與這個行動上 第二件事其實我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公會都會緊守自己的崗位 去保障同事的權益 其實我們認為公務員 其實跟香港所有的香港市民一樣 都有同等的權利 去關注一個影響這麼深遠和廣泛的法案 其實是它的權利也是它責任所在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有理所當然的理據 去表達就著國家安全立法去關注 而大家也可以看回 我們很強調其實我們以一個相應的形式 去參與這次活動 所以我們公投的內容上面 或者我們投票的內容上面 跟其他公會的內容是有不同的 我們是不會提及任何反對國家安全的字眼 因為我們對於所有的議案 是沒有預設的立場 第二件事其實就是 大家又要看回 就算我們在說一個發動公約行動 其實都是說會不會衝擊那個行業的權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其實立法的形式和內容 如果大家看回去年 逃犯條例修訂的時候 其實是會引起社會衝突 而這一類的衝突 其實是會衝擊政府和市民的關係 而直接影響到我們同事執行職務的時候的困難 所以無論從參與的權利 以及我們投票的內容 甚至對於我們行業的衝擊來說 其實我們參與這次的行動 也是基於我們公務員的 即係上的權益所在 另外大家都留意 其實除了關於國家安全這個議題之外 其實我們還加入了公務員動申和公務員宣誓 所以整個整體上 我必須強調我們參與這次行動的目的 其實是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以及專注在我們公務員和社權益那裡 希望大家不要曲解了我們今次參與行動的目的 亦都希望了解這件事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去和外界解釋 在這裏強調 其實為何最後面對這麼多批評或者不當的聲音 我們都堅持參與這次行動上 是因為我們覺得公務員作為全港一個最大僱員的團體 其實它是一個起了很重要的標誌性作用 若果我們在這時候 都不能夠繼續堅定地捍衛自己本身 僱員應有的權益 其實我們是講不過去 所以我們亦都希望政府和其他外界 不要誤解我們今次參與行動的目標和方向 將它定性到一個政治性行為 希望他們尊重我們同事去表達聲音的權利 以及就著一些影響自己權益的議題發聲 謝謝各位 謝謝Michael 相信剛剛兩位公會代表都講得很清楚 今次公投的內容 其實是各個公會都有各自的投票門檻 以及他們的投票內容 有關各個公會的資料 大家都可以稍後問每一個不同公會的代表 謝謝Michael 另外我們之後會有香港社會工作者 總公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先生 會去講講為什麼會去參與這個公投計劃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社總張志偉 今次《國安法》在我們社會界裡面 其實引起那個討論都是非常廣泛的 為什麼呢 我們用今天 昨天 我們有一位社工同事 在法庭被判一年監禁 因為他那個襲警的罪名 應該說 阻差辦公的罪名被判一年 這個案例 去作為我們今天的引子 我們的同事 在抗爭的現場裡面 其實在做一些人道支援的工作 做一些疏造和溝通 去展示現場的一些參與運動的朋友 他們的一些狀況 讓警方可以讓他們有充足的空間和時間 去撤離那個現場 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從沒有去阻止警方去執行他的任務 而本身這個工作 在社工的守則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守則 就是我們要守護公義 在這樣的我們專業這個判斷 在現場裡面執行一個專業的職務的同事 竟然警方會覺得我們阻差辦公 竟然法庭會判這個案例成立 我們就會很擔心 到底對於我們這個專業 在我們執行的職務上 會不會在國安法裡面 造成很多的一些所謂的地雷呢 我試舉幾個例子 第一 在我們社會工作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手法 我們叫做社區工作手法 我們會組織街坊 我們會在一些地區裡面 組織街坊在了解他們的問題 甚至去表達一些政策的意見 甚至是會去告訴政府 他們的政策錯誤 這些行為本身 我們有時會用一些示威的方法 去展示出來 到底是不是會構成 對這個政府 推翻這個政府呢 我們會很擔心 第二 在青年工作裡面 我們很精神都會做一些公民教育 但是這個公民教育呢 是一個以公義 以自由民主 那些公民教育為基礎的 很明顯 現在我們在講這些東西 和政府在推廣這個國安法 其實有一些背道而馳 到底我們過往一直相信的一些基管價值 可能會成為一個地雷 對於我們的工作呢 其實那個影響的制作非常大 第三就是在社工教育那裡 因為我們每一個社會工作者受訓 在學院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援引了西方的一些 社會工作理論 社會工作價值 相信民主 相信自主 相信案子自決 等等這些價值觀念 其實和現在 雖然我們未必知道 它的國安法的寫法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都很擔心 那個詮釋本身 會不會存在很大的矛盾 和我們一向正在做的 相信著的 教育著的一些社工的價值 是相違背的 這樣 所以這次我們參與這個公投 是希望可以給熱界的同事 去表達他們的看法 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們的觀點很簡單 公投呢 在政府來說 其實好像是一個很敏感的字眼 但是對於我們日常工作 對於社工來說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搞一些投票 常常都會搞一些 類似公投這樣的方式 去表達一些態度 但是呢 我們或者因為這樣 會被污名化為黑手 被機笑是缺乏限制和浪費了時間 但是呢 因為我們要本著良知 去回應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錯誤的手段 所以呢 最終我們決定呢 去參與今次公投的一個行動 好 麻煩社總的代表 好 麻煩社總的代表 那之後呢 也會有職工民幹事黃宇來先生呢 去講解職工民屬會參加一次公投的計劃的 是的 我繼續講 各位大家好 我是職工民黃宇來 那今次呢 這個立國安法呢 簡單地來講呢 我們 即是認為是呢 基本上是一個黨安法 那它這個立法的工作呢 坦白說 最主要的目的是維護政權 是的 而這個立法的過程之中呢 是引起了很多香港人的恐慌 那為什麼香港人會這麼恐慌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中共這個政權的紀錄 是有多麼良好呢 那這個這樣的紀錄底下 香港人不擔心呢 就真的有問題了 那所以香港人 在過去的反送中的運動之中 走出來 幾百萬人上街去反對這個送中條例 都是對於自己的自由 權利 可能遭受到剝削的一個絕地的反擊 那所以呢 所以職工民是很支持這次罷工的公投的 那事實上呢 在這幾個禮拜裡面呢 都不斷是有工友 有工會的會員就查詢 他們可不可以參與公投 那今次呢 發動公投的呢 三十個公會 仍然是有工友呢 是未必是可以透過這三十個公會呢 去發表他們的聲音的 那所以呢 我們是會同時間 是舉辦一個意向的公投 希望呢 各行各業的工人呢 都是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表達他們反對國安法立法的態度 那所以呢 當日呢 我們會在兩個點那裏呢 一個就是慈雲山禮堂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由麻底的辦事處那裏呢 是會舉行這個意向公投的 那個時間呢 都是跟這個罷工公投的時間 是同步進行的 那我們在那呼籲 各位罷工子女 本著對香港未來的一份承擔 一齊走出來 表達大家的意向 好 麻煩了 職工文的代表 那以下呢 會是學生的發言 那麻煩也都 那個公會代表 可能起床一身 那我們讓回中間的位置 給回學生的代表 去講回當日 白澳公投的安閒場情 我們今天學生的代表呢 就會有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鄭家朗先生 Isaac 還有青年政治關注組成員 Vicky 還有香港私留學生的Ivan 那我將這個時間交給學生的代表 大家好 我是中學生 行動籌備平台 發言人鄭家朗 那其實想講講呢 就是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都見到 同學有踴躍的情況 去不斷取單張 去支持這個公投運動的 那右手邊的Ivan同學 會講講這個情況 那左手邊的青年政治關注組的同學 都會講一講 究竟呢 現在同學究竟真正擔憂國安法的那個位置 其實呢 你會見到 自從政府譴責我們 不斷出信 去到楊潤雄 去信校方要求 懲罰參與公投的學生 等等這些行為 都是對於公投 和反對國安法的民意的一種威脅 甚至呢 是直接恐嚇學生 是不能夠去參與公投的 而這件事呢 都顯示了國安法立了之後呢 其實是將會有很多是制肘 有很多紅線 甚至是學生的親身權益 和學生他們過去一直擁有的自由討論的空間 都會通通被扼殺 那所以呢 對於學生來說呢 這個是一個絕地反敵的時間 也是一個關鍵時刻 是必須要走出來的 當通識科說 一個良好公民 要需要就著一些政治議題 或者自己的聲音去發聲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學生需要發聲的時刻 那呢 還有就是 你會見到今天 例如國歌法的公佈 或者國歌法的教材等等 都已經是開始限制著我們的思想自由 甚至是楊潤雄都已經說到 就是說這個國歌法呢 如果是學校處理不了的話呢 就要求警方入校去處理的了 每一樣東西 每一樣的威脅 都是魚刀架頸 我們必須要挺起反抗 那呢 公投為何會成為譴責的對象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擁有民意 民意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也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那所以呢 我們呼籲同學呢 是令到這個公投 越有認受性 越多同學出來投票呢 那令到呢 我們真真正正能夠 顯示給國際社會聽也好 香港社會聽也好 甚至是中央政府體制 就是我們反對國安法的立場 究竟是有多堅定的 那我想再說多一點點 就是這個公投的流程的 那其實呢 每一個公投的票站呢 都已經是放了上網上面的了 那但是我們都不排除有增加的空間的 那我們都會聆聽市民和學生的意見 那適時增加這個票站 那詳情都可以留意我們社交媒體上面的公佈 那還有最主要就是呢 我們有五個公投的票站 那同學呢 要帶著這個的學生證 那還有呢 這個關於學生的身份文件 去到每一個票站那裏 那裏的那裏 而在票站裏面呢 就會有職員去驗證 大家中學生的那個身份 那我們都必須要確保就是 那位同學呢 那是一位中學生 而同時間呢 是沒有重複投票呢 那我們才會派票給他 而相關的資料呢 都會在這個公投完結之後呢 就立刻銷毀 那所以呢 都希望那些同學呢 能夠相信我們的系統呢 是能夠保障到大家的私隱同事 也能夠呢 是堅固到同學呢 表達意見的權利的 那呢 還有我想說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他威嚇主辦方 就是呢 用國務院出一份聲明 點名譴責我 還有呢 譴責黃之鋒 說呢 是背後煽動這個公投 但是其實他們 意會不到 背後的煽動者 正正就是這個政權 和正正就是這個共產黨 如果沒有立這條國安法 沒有推向香港學生 去一個絕路的話 學生是不會出此下策的 還有呢 他還要對參與方 是進行懲罰 包括是出信懲罰學生等等 是六次的譴責 那這一種譴責的程度呢 是越來越高 還要提高到國家層面那裏 那裏呢 訓斧課程給他們呢 但是其實你都知道 這個政府從來 不是關心他們的情緒 那這個課程 會不會成為了他們 一種懲罰呢 甚至是 即是他們 警方也好 政府也好 令到我們的公投票站 充滿著危險 外面有防暴警察 就好像之前呢 學生唱榮光歸香港 和平示威的方式 都已經被打壓的時候 參與公投 會不會呢 已經可以被警方執法 甚至是拘捕等等 然後回到學校 又要接受這個訓斧課程呢 很多都是未知之數 不過我希望提醒香港人的就是 其實過去一直 製造混亂和危險的責任 都是在警方 和在這個香港政府身上 所以我們是真的勸喻 這個政府就是 如果你說想收集意見的話 如果你是想聆聽 年輕人和學生聲音的話 就不要再用那些手段 去打擊我們的公投 甚至擋住我們的公投 因為我想告訴你們 就是 無論情況怎樣都好 公投都會繼續 接下來呢 交給Ivan 大家好 我是香港私立的發言人 我是Ivan 讓我講一下這個 學生的反應程度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學生是非常之熱烈去投票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 在14號之後 我們因為天氣的原因 而post供了我們的公投 但是呢 在14號之前或者14號之後 亦都有很多學校的關注組 是詢問了我們 去拿一些單張 在他們的學校裡面派發的 我們可以因此 就見到 其實學生的參與程度 都是非常之高 我們是非常之有信心 可以在620的公投裡面 拿到超過1萬票 亦都可以拿到超過60%的支持率 甚至是70%或者80%的支持 罷課率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 那麼多的學生 都是不會因為合格而滿意的 那麼我在這裡再次呼籲 那麼多位中學生呢 可以呢 是站出來拿著我們的學生證 來我們的投票站到投票 去增加我們的民意授權 以及我們的公信力 希望大家 那麼多的學生 是不要怕政府和中共的打壓 站出來去我們的公投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呢 中共和港共政府 對學生的打壓 是越來越嚴重的 那麼例如《國歌法》和《國安法》 其實我希望大家 在我們還有機會去公投的時候 站出來公投 告訴政府 我們的民意是怎樣 好 那接著呢 謝謝Ivan同學 他是一位中五學生 那接下來呢 會交給青年政治關注組的Micky同學 那大家好 我是青年政治關注組的Micky 那我相信呢 其實國安法立法之後呢 其實對我們學生的打壓會越趨嚴重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清楚知道 未立過《國安法》之前 其實他的打壓已經很嚴重 我們現在其實每一天在校外 這樣擺一些平台的街站 其實都有不同人呢 在未經成員同意之下 就拍他帶頭照 那另外呢 都會受到一些意見不同的人 的人士去指罵 這種情況呢 其實都是打壓的一種 因為其實我們是 根本就是擺一個很和平的街站 根本是不需要受到其他人去指罵我們 或者是拍我們大頭照 不知道做些什麼的用途 那另外其實我們有些情況就是 有警察會特意在我們街站的附近 是佈住我們這些街站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612那天 其實也有說到就是 那些警察會特意圍住我們街站 希望呢 令我們去散去 但是我們這些行為呢 都是進行一些和平的街站 和平的示威 但是政權正正就是 連這些和平的示威都接受不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國安法》之下 我們想像到呢 其實打壓會越吹激烈 甚至你小致說反對政府的一句說話 都可能被清算 小致在校內說的話呢 就會避受教育 如果大致的話 就好像違反國歌法那樣 可能有些警察校內執法 那《國安法》立法之後 可能是國安入校內執法 所以我們希望同學仔可以 無懼《國安法》的壓力 甚至是國家言論機器的打壓 在現在亂世之中 在面對不公義之下 在接下來的6月20日 接下來的星期六 去到各個票站去投票的 好 接著我們喊幾句口號 620 620 公投罷課 公投罷課 620 620 公投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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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地反擊 絕地反擊 罷課公投 罷課公投 絕地反擊 絕地反擊 罷課公投 罷課公投 好 那我們呼籲 那麼多同學 當天一定要出來 投你的這一票 好 謝謝各位學生的代表 也都可以維持坐在中間 另外有請公會的代表都出來 今天的發言就已經完結了 以下會是傳媒朋友的問題環節 麻煩各位想問問題的傳媒朋友 先舉授 然後我們的工作人員會交咪給你 也都麻煩大家講一講自己所屬的機構和自己的名字 麻煩 麻煩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當天 你有沒有說你們會有些混亂的情況 例如有些天際派人士或者誤會這些人士 你們可能去 你舉探你的議題或者甚至乎可能拖 即警察來講你們會怎樣處理 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你們有沒有跟警方溝通過 你們會有這種情況 好 或者我回答一下這條問題 然後再補充 多謝記者的問題 那首先關於會員人數 其實我們三十個 我們兩個星期之前 Announce我們會舉辦這個罷工公投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會員人數是約一萬人的 然後經過這兩個星期 其實我們現在的會員人數是去到一萬四千左右 雖然我們是未收到六萬個會員 但我們仍然 為什麼當天我們會繼續所有工會 在各個票站都會繼續收會員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呼籲更加多人 當天如果你是未加入工會的 請你當天站出來 然後去到我們不同的票站 加入工會 然後參與今次的公投行動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在各個票站的內外 亦都會安排了足夠的人手和糾察 去維持秩序 首先我也都希望跟警方說回 因為現在室內的限聚令已經取消了 而室外的限聚令是每五十個人 我們都會找義工和糾察 即將他們每五十個人 然後就會分開他們去排隊 如果出現人龍的話 當初為什麼我們要找場地的原因 而不是擺街站去吸引更加多人去參與公投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確保到 每一個參與公投的公會會員的安全 是得到保障 我們亦都希望重申回公會舉辦今次的公投 是行使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 希望政府和警方是可以尊重我們今次的行動 如果現在會員人數就是六萬 那為何會設六萬 六萬這個數是怎樣的 其實有幾個考慮 第一當初我們就是考慮我們每個公會 加起來會有多少個會員人數 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其實就是我們明白到 這次是一個政治性的罷工行動 而政治性的罷工行動 就是過去這幾個月 大家都見到 委委 在社會上是有很多的僱主 是有秋後算帳的行為的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公投行動 有足夠的人數參與 有足夠的人數參與 才可以發動一個有規模 和有認受性的一個罷工行動 從而是去保障所有參與這次行動的 會員的安全的 這個是第一 但是大家可能聽下去覺得 為何是六萬呢 其實六萬對於我們來講 只是一個起點 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次的行動 令到更加多人看到 原來香港已經有一幫打工仔 是願意面臨國安法 都願意繼續站出來去發聲 去表示對這個國安法的不滿 所以從而是希望啟發更加多人 去參與今次的公投行動 多謝 謝謝 謝謝 剛才說你們沒有表達過立場 雖然你們沒有表達過立場 但是你參加了這次的公投就已經是一種表態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聯合公開行動 如果他說參與這次的聯合公開行動是一種表態 我就覺得這個說法不是太公平 因為無論從我們投票的內容 或者我們宣傳的單張 或者我們跟各界公眾說的說話 甚至內部出的電郵通知 都已經很清晰地說到給同事外界或公眾知道 其實我們這次的參與是一個相應的認識 而投票的內容也從來沒有提及過 任何反對的字眼在裡面 是純粹基於我們都是同樣的香港市民 也都是擔心這次的立法的內容和形式會衝擊 社會從而影響同事的權益 以有這次的參與這次的行動 所以我的回應就是我重新多一次 希望他理解和尊重我們參與這次的行動 以及讓同事表達意見的權利 可以交給另外的公會代表 就會回應關於參與的人數 以及行動會否取消的問題 首先感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是的 我們現在是有大概14000個會員 而我們的目標是當日可以有6萬人出來投票 而我們對這個數字是相當有信心 因為過去這一年 香港人從來都沒有令到我們失望過 從來都沒有令到我們失望過 而我們也都希望再次呼籲 就是各位打工仔 希望現在你們面臨國安法將會在香港實施 中共用一個這麼粗暴的手法去推行國安法 而那樣東西 國安法是有機會影響到香港的所有各行各業 我們面對設置 面對很多種種的問題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站出來去投票 回答回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當日的投票人數不夠6萬 那我們會怎樣呢 首先其實我們都會看回 我們今次的行動是會有不同的門檻 第一個門檻就是要有六成的人都贊成那個動議 才會通過 第二個門檻就是我們需要有參與的公會 連八成的公會都通過那個動議 我們才會舉辦一個聯合行動 所以當日其實我們都會看回公會的投票人數 還有投票結果 然後再去討論下一個後續行動 還有我們如果不是罷工的話 我們都會商議會不會有其他的工業行動可以繼續去進行 還有就是都想說回 為什麼今次我們用公會的身份 除了因為當中的議題是牽涉到罷工的行動 同時間因為我們每一個公會的會員 都是有實名實勝的 當政府在說香港有293萬人支持國安法的時間 其實他們是每一個可能在街上簽名 是不需要verify 即不需要任何verification 但是我們工會的會員 全部都是一些已經登記的會員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將他們的聲音 向不同的國際社會 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反對國安法的意見 多謝各位 好 有沒有其他記者想問問題 那麻煩說一下自己的機構名 謝謝 謝謝 聽到聽到聽到 謝謝 你會提出你的反應是對於通過的反應 而且你會提出你的反應 前面提出你的反應 第三個問題是給你政府政府政府的反應 你提到你的反應是很不同的 但你會提出的反應會比較不同 從我們看到的反應是在這裏的反應 但你不太敢說 其實你不敢說 and how does that um go along with the general motion that uh every union in this action is planning for how does that go along with the eighty percent and sixty percent thank you as you can see the power points the others and trade union emphasize that they will ask their their member whether they obj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but we don't have such motion we are asking our vendor whether they think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affect their rights or freedom and there are no objectives wording in our motion okay is it can be clear thank you can you further explain how will that be able to go along with the general the general strike action and how will that not be a political statement a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aying yes uh actually in our motion we're asking our member that uh whether they think that th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affect our public sector's interest for our of our prospect future so that's why uh these are focusing our civil service sectors is not quite uh it's not a political action u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 so uh first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number of the 60 000 uh the target of the 60 000 uh votes so uh it's indeed we have we target 60 000 votes and we now only have uh 14 000 uh members uh from the 30 unions uh but we are still confident about uh reaching our target it's because it's because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year they have never let us down and we urge all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support the referendum on saturday um and all the unions who join this referendum action they will continue to recruit members until the last moment so we urge hong kong people uh come out to vote for this and uh regarding how we set this target um uh we just mentioned that is a political strike and and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observed many people who have joined uh different kind of strike actions they may face challenges from their employers so um if we we can only protect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strike if we have enough people so i hope yeah that's all thank you 有没有听到是听到是听到你好我是港人港地的记者那我特别想问啊 你说你会认真正说是要做这种 cenote撒心就是你izi员画畝的 在互相的上面啊你身为公务员那你身为公务员呢你身为公务员把 Quando你身为公募员呢你身为公务员呢你身为公务员呢你你身为公务员呢很大机会都是要執行国安法啦你會跟随 你會擔任公務員 還是會辭職去完成你的政治理念 第二 你問卷的提問跟其他公務有些不同 這個會不會被人覺得是一個技術式的切割 因為其實你參與行動其他公會只有一個立場 就是反對國安法 這個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第三 就是澳洲曾經解僱 在網上譴責政府一些政策的公務員 法庭都裁決過澳洲政府是沒有違憲的 那你又怎樣回應呢 為什麼香港要特別不可以解僱公務員 抄襲政治的罷工呢 我回應幾句 首先國安法現階段都未落實 實際上執行內容 或者由哪些團結執行呢 就尚未知之數 正如特首林鄭元所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歡迎社會各界 是就著國安法的形式 或者立法的內容給意見 所以我們認為公務員 作為與香港市民同等的權利 其實是有權利去表達關注 第二 講到技術式切割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是很強調 甚至我和外界都講得很清楚 其實和各位會員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的投票內容 是和其他公務員有分別 而外界都很清楚這一點 我相信其實不是一個技術式的切割 而是很明顯 我們和他的內容上有些分別 第三點就是澳洲那些例子 首先我不是很熟悉 我不能夠評論這麼多 但是你說到一個政治性的罷工 我想強制一點 首先星期六那個是一個公會活動 就是首先未去到一個罷工的行動 第二 其實我們都強調那個 就是發動那個工業行動 或者有罷工的提案的內容 是問同事會否認為一些 可能動申或者損勢或者國家安全立法 會影響到公務員整個職系的前景和利益 所以整個質重點 都是在我們公務員體系的利益 就和外界所理解的那種 只是政治的東西是不同的 謝謝你 好 有沒有記者 其他記者 那我其實想問是職工為人的代表 因為今次你們是 我國際上不是職業參與過公求的想法 那麼新人士有多少個屬於 你會職業參與罷工公求 多少個是做業態公求 還有如果現差公求那些呢 其實他們為什麼不職業參與過公求 他們是否不職業的罷工 民進罰工有顧慮 還有在美國想通過自貿泰公投的話 那個結果是會怎樣去印象 韋韋 我們總共有12個工會 是參與這次罰工的公投 至於為什麼說其他工會 不參與這次罰工的公投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每個工會都有它的會章 和它的程序要行的 所以其他工會在這個時間之內 是未及完成這個程序 但是我們也都在講 在這兩三個星期之內 也都有很多不同行業的工友 向我們查詢 我工會可能是沒有參與這次的罰工公投 或者我根本不是任何一個工會的會員 我可不可以都來表達一下呢 所以因此我們是開放了這個意向投票的 那你說意向投票的結果 會不會計六萬這個目標數裏面 是不會的 因為六萬個目標數就是參與公投的工會 大家共識出來的一個數目 我們不想的意向投票 對這個原本設定的數目有任何影響 但是這個意向投票是會有參考作用的 是的 是否這些工會是對於罰工是有顧慮的 我想我暫時就未聽到說有任何一個工會 對罰工是有一個顧慮在這裏的 我想有不少工會依然是處於這個討論的階段 我們亦都不是好似一些建制派的工會 可以隨意指揮下面的工會要怎樣走就怎樣走 我們亦都是容養我們的熟會是有足夠的討論 這個亦都是民主的體現 我們希望工會在討論成熟 討論足夠之後是可以參與這次的運動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想問問題 其實想問如果這個公投的議案是通過的話 那何時會有一個實質的罰工行動出來 就是罰貨行動會是怎樣怎樣 你用甚麼優勢去做 你先答罰貨 好 測試 測試 1 2 2 好 先回應罰貨的部分 其實我們最後罰貨的呼籲 你都要看議案究竟有多少人投票 公投參與的情況 同學的意向有多明確 我們最後就會盡快去公佈罰貨呼籲 但是我們都是呼籲同學 就是越多人出來參與投票 就越明顯的意向 所以星期六一定要出來參與這個投票 那個罰貨呼籲我們會在公投結果公佈之後 盡快去公佈的 好 多謝記者提問 回應罰工的一方面 其實我們200萬3個罰工會聯合陣線 就會在當日 會檢視我們當日的投票結果 再對外公佈 如果我們真的通過到 意外國罰工的細節 但是其實我們 是未定一個確實的罰工日期 但是我們有一個方式 為什麼未有一個確實的日期 就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想看回 究竟政府和中國政府 是會什麼時候去強行通過這個國安法 又或者用特別的手段 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說已經會在人大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都看到國安法 其實已經迫在眉睫了 那麼我們罰工的方式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順利通過到 這個議案的話 我們首先就會發動一個 為期三日的警示式罰工 為期三日的警示式罰工 如果去到 即我們完成了這個警示式罰工 政府仍然不願意撤回這個罰工的方案 其實我們就會推行第二階段的真罰工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會再次完結 而記者之後有後續問題 想問回各個工會都可以留步 也都感謝今天參與這個記者會的傳媒朋友 也都呼籲大家 6月20號記得參加一個罰工罰國公投 謝謝 謝謝